接着镜头我们再转到马来西亚 来看看在当地举办了一场 城市论坛的活动 慈亲也受邀参加 并且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推广相机反 马来西亚城市论坛2024 在槟城打同紫洁公园揭开序幕 以我的城市我的家为主题 深入探讨马来西亚 目前面临的各项问题 及未来发展方向 此次活动包括六个主要的讨论议题 分别是儿童青年基层人群 女性商业以及教育 慈禁马来西亚分会慈亲也受邀参加 与其他青年团体代表 针对青年理想的第三空间 进行分享和讨论 小组讨论期间健康休闲高票当选七年 最希望融入在第三空间的元素 然而环保关怀弱势等等 也是青年的关注点 就是接触大自然 然后保护地球 减少那些电跟水的使用 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一些 好像是ventilation 就是那种通风性的 那种的话就让他们减少 空调的使用那种 论坛来到第二天 慈禁马来西亚分会慈亲 把行动厨房带来现场 向论坛民众推广行动厨房 施工厂的人就是 众生平等嘛 然后为佛教为众生 就是想要就是 大家都可以在受难的时候 是有人伸出人手帮忙的 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地方 可以有办法让灾民们 有一碗热的食物吃 就是填饱肚子 不会饿到这样子 年轻力量推广急难救助工具 启发更多城市发展的计划 也让更多人了解刺激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